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再给大家这个念一个 网友发过来的这个笑话 说这个 他小的时候啊 咱们这个网友啊 咱们就管他叫小刚吧 小刚小的时候呢 家里有块玉米地 家是农村的 农村娃 说这个 玉米地啊 隔山岔五啊 就会被人那个给破坏 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是吧 这个 你说这不是招他庄业了吗 是吧 这小刚啊 这个就非常的生气 可是还找不到人 因为他白天点上学 是吧 这样就是有一天呢 这个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小刚啊 就偷偷的 在学校的这个 教学用具里 抓了一把羊钉 揣书包里了 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呢 就把这些羊钉啊 这个就是图钉啊 就都洒在这个玉米地里了 然后呢 这个第二天的这个 中午放学的时候呢 咱们小刚同学呢 就钻击玉米地 发现 离我去 成功了 图钉上有雪 然后等这个回家的时候呢 这个 在他家旁边啊 发现隔壁那寡妇 走路一瘸一拐的啊 打扫院的时候 推脚不太厉害 然后小刚呢 这个就 回家告诉他爸 结果再按小刚的回应 就是当时他爸的表情呢 非常的奇怪 按说这喊立功了 是吧 谁把庄业地给祸祸祸了 打了一顿 说腿呀 都给踢祸了 说的话 这个 我想跟小刚说一下 就是其实吧 你爸 还算是挺地道 至少没上别人家地里 祸祸祸祸祸祸祸 你那个自己家 帮你地里祸祸祸祸 你说你 激动个什么劲啊 你弄什么徒弟啊 哪都嫌你呢